大家好,我是肉娜老师 大家好,我是教育老师 今天的格局呢,我们要介绍的是 感觉是一个很善良 然后而且他会就是铺桥造路 然后帮自己累积功德的一个格局 是的,今天的格局名称叫做 连珍七煞反为肌腹之人 这个格局呢,又称为雄树前缘格 那这也是连珍或是七煞星呢 很著名的格局 但是呢,这个格局版本很多 那为什么说他版本很多呢 这和我们接下来要讲的这个细项说明有关 那下面呢,会说常见的两种 一种是连珍七煞呢,同工在位的位子 一个是呢,七煞呢,独坐在五的位子 那我们看一下下面的注解 连珍属火,七煞属金 是火能至今为全 如真居为杀居武 生命欲知,齐格也 反为肌腹或现地化祭,下格贱命 连珍星五行属火 那七煞星呢,刷五行当中呢 其中一个五行呢,是属金 火能克金 那指的是呢,连珍星呢 能够去约束住七煞星的这个 不顾一切执着的特性 那对公呢,天府星在外面呢 可以展现五湖四海皆兄弟的 好的良好的人际关系 如真居为杀居武 生命欲知,齐格也 反为肌腹 那这个意思是说呢 如果再加上这个连珍星呢 生公命公坐在位的这个位置的时候呢 会是连珍七煞同工 假年呢,连珍会化露 那连珍化露呢,加强了自我约束 同时呢,也约束了七煞星 那对公的星要呢,是天府星 那天府星呢,聪明、有见解 并且呢,个性执着 那在外面呢,又懂得如何的做人 那展现出运筹帷幄的一面 让大家觉得很幸福 或者是七煞星做命公、生公呢 在五的位置的时候呢 丁年或者是几年 这个位置呢,会有一颗露存星 那露存星成望主星 七煞星的这个优点 降低了七煞星 只会执着做事情 然后呢,不与人沟通的 孤寡个性 奎年对公天府星的位置呢 会有一颗露存星 那更能够展现天府星 运筹帷幄的在外的人际关系 那进而呢,可以得到一些好处 因此呢,无论是 连珍七煞同工在位的位置 或者是呢,七煞独坐在五的位置 那三方式正呢 遇到化露、化全 或者是露存的时候呢 通常能力都会还不错 那相当的可以有成就 因此呢,被称为是一个 很好的格局 并且呢,因为连珍星呢 有条理、有自我约束的 这个聪明的想法与能力 那七煞星呢 有执着、坚持的毅力 那再加上对公的天府星呢 有他的谋略 那这两个组合呢 无论是在命功 或者是在升功呢 都会有这样的影响 而且呢,会有不错的事业发展与身家 或现地化际下格见命 那这边指的现地呢 是连珍星遇到煞星或者是化际 那遇到煞星呢 加强了对于追求事物的这个冲动 那因此呢 失去了他原本的约束 那化际呢 是空缺的概念 那遇到化际时反而是破坏了自己原本的规则 更勇于去追求 还记得我们前面许多格局中呢 有提到说 古人最喜欢的就是达到一个平衡 不突出不想风投 那不让人难以掌控呢 是最佳的状态 那因此呢 不合群当然会被排挤啦 不容于群体当中呢 就会被视同为间隔咯 所以啊 其实加了煞星或是化际啊 就好像帮我们自己添加了一个冲动的因子 也或者是说 在寻找人生的路途当中 有时候相对比较找不到方法 或者是永远觉得自己做的还不够 所以才会相对辛苦哦 但是其实啊 Rona老师身边呢 有一个连针七杀做命的朋友 他呢 年纪轻轻大概不到30岁的时候 手边就有7间公司 他呢 可以在年纪轻轻的时候呢 就具备这样子的事业规模 其实就是来自于他自己本身非常的努力 非常的打拼 也相对牺牲了 就是睡眠时间 所以像连真心熟火啊 他相对火气比较旺盛的人 其实都比较也容易会对肝或是造成影响 同时也提醒连真心的朋友 就是不要忘记对自己要多做一些身体上面的保健啊 朋友们也不要听到就是啊 加煞星啊 化际啊 然后就说人家淫荡啊 然后或是下剑啊 或是命中有间隔啊 这都是不对的哦 他只是为你的生命当中加一把助力而已 那喜欢我们这支格局的朋友呢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 同时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 拜拜